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是量縮整理大盤 在量縮整理的階段裡面 中小型股比較會跑 中小型股也會輪來輪去 它不會一直都是長同樣一個類股 例如像電子股裡面的科技股來講 它是最強的 最主要是美國股是帶上來的 科技股的輪動裡面 從元宇宙的相關供應鏈 另外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或者是電動車 低軌道衛星 那已經又輪到了光學股 光學股你也可以把它當作 是元宇宙的相關供應鏈 但是基本上不是每一檔光學股都有卡位 基本上都是一個氣氛 因為現在目前漲起來以後 每一檔光學股都說它都有做 這個元宇宙 DRVR的一個鏡頭 以前都不講 現在大家都有了 另外就是IC設計股 IC設計股的範圍比較廣 我剛剛所練到任何一個題材 它們都有卡位 那今天比較強勢的 當然就是由美光帶頭 反彈上來的相對的記憶體相關供應鏈 就是記憶體概念股 所以目前市場的主流還是卡在電子科技股 那傳統產業股基本上是 成交量就降低了 那降低了以後就沒有主流了 比較不容易啦 當然就是零星點放 個別股來講的話少數 那我們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是非常明顯 在經過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其實也不是爆大量 上個禮拜其實是普通 還不到4000億的成交量 就是因為它連續性的上漲 連續性的上漲 你可以從周線來看就知道 連續性上漲7個禮拜 指數已經是快到18000點 從16000億已經漲到快18000點 而期間都沒有做比較大幅度的修正 只有小整理對不對 只有這邊小整理都沒有做大幅度的修正 因此靜觀勤切 因為在距離高點的時候 尤其是這些全值類股它沒有帶動至下 難免會產生這種情況 但是OTC它比較強一點 因為OTC的全值類股它是帶頭在漲的 但是它的成交量也並沒有跟上 也就是說其實它是非常謹慎的 OTC的交易裡面它是非常謹慎的 它的攻擊雖然是有 但是它的成交量是沒有完全配合上來 最主要是有這些股票在漲 因為這是非常大的全值 像中聯金 元泰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全值 就是在OTC裡面 這是大的全值 比較大的全值 所以OTC它會創新高的原因在這裡 大盤沒有創新高是因為 這個大的股票在整理 大的股票在整理 沒有大漲的意思 就是大的股票它並沒有大漲 在上市裡面它的大的股票 全值股沒有大漲 因此大盤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問題不大 我已經講過了 尤其像今天又是亮縮 下跌是亮縮的 所以這個架構還不錯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我們還是要觀察美國股市 因為現在目前到這個地方 我們的操作上面 你不用期待大盤要過高點 馬上不要期待 因為過高點沒有什麼好處 過高點也是台積電漲起來而已 有沒有過高點其實不是重要 並不重要 但是未來會再過高點 為什麼 因為你看美國股市就好 美國股市現在目前強勢的股票 雖然是在NASDAQ指數 跟費城半導體 雖然都有創新高 費城半導體是比較強的 有創新高 所以為什麼半導體族群比較強 就是因為費城半導體 這個強勢 禮拜五有流上引線 又創下歷史新高 當然還是有一檔股票 也是貢獻很大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在NASDAQ指數掛牌 跟SP500指數掛牌 SP500指數它也是有掛牌特斯拉 兩個地方都有交易 但是SP500指數它大部分都全值類股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創新高 就是表示大部分的股票 它都進度整理 尤其是你看到道琼工業指數 這些全值股大部分 因為道琼工業指數只有30檔全值股 那30檔全值股裡面大部分的股票 都在進度整理 都是進度整理 所以它離高點越來越遙遠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很清楚 這美國的四大指數裡面 最強勢的就是半導體 就是半導體 但是半導體它不是只有台積電 在費城半導體裡面 台積電雖然是掛牌 在ADR在費城半導體掛牌 可是它裡面的內容也蠻複雜的 也有十幾檔股票 那現在最近來講 領導費城半導體創新高的股票 當然台積電也有貢獻 但是大部分的貢獻都是在於 這個AMD就超微 前一陣子創新高 這是晶片股 那另外還有一檔股票就是 輝達就是NVIDIA NVIDIA這一次從分割之後的最低點 現在已經跑到330塊 最低點是181塊 所以輝達的相關供應鏈 都是卡到了IC設計股 因此你會發現台北股市 最近以來強勢的都是IC設計股 AMD也是一樣 超微也是相關供應鏈 也是卡到整個記憶體 跟相關的IC設計股 那另外就是禮拜五 大家都知道上個禮拜五 是強漲的是美光 就是記憶體 因此今天台北股市 因為美光之前也是 等於是有點照輪動了的 記憶體你看到發現 你看美國的科技股 由蘋果電腦也是創新高 蘋果創新高之後 當然帶動了一些鏡頭股 當然你如果把玉金光 把它當成這個原語之後 相關供應鏈也可以的 但是其實它就是標準的瓶蓋股 蘋果電腦昨天也是 禮拜五也是創新高 所以美國的股市 它也是列股在輪動 尤其是科技股裡面 它很複雜 它一直在輪動當中 所以最後是現在目前來講 輪到了記憶體 所以美光大漲之後 將近百分之八 所以造成的這些股票 一開盤之後馬上強攻 這個走勢都跟美光 是一步一趨 美光也是沒有過歷史高點的 但是它都是非常強勢 等於是一步一趨 你看這些股票 包含石泉 威鋼 都是一樣 這些包含了記憶體的股票 你看這些華邦電 或者是萬宏等等 金豪科 這是標準的記憶體的相關供應鏈 所以跟美國股市是非常密切的聯動 所以我為什麼很重視美國股市 這一定要重視 因為外資的態度就是看美國股市 他不會不看美國股市做台北股市 不會這樣 他們一定有個參考的依據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等於是所有的科技股 大概就是已經都輪了一次了 目前來講我們可以發現 元宇宙相關供應鏈已經開始 大部分的股票進入整理 大部分 我講的是大部分 當然如果說你 你認為說亞光是元宇宙相關供應鏈也可以 但是我認為它就是光學股 電動車相關供應鏈也可以 你都可以講 你也可以說元宇宙的鏡頭 他也有做鏡頭 他也有做鏡頭 每一個人都說他有做鏡頭 他也有做 他也有做鏡頭 大家都說有做鏡頭 每一漲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在講 漲的時候大家都有做鏡頭 真正拿到元宇宙 那個VR的鏡頭到底是誰 而且現在目前也沒有放量 所以這個都是題材 基本上是題材 但是強勢就是強勢 你不可以否認 就是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其實大部分的股票已經開始在做整理 整理不一定要跌 我只是告訴你 大部分元宇宙之前強勢的股票 都已經在進入了整理 這是一塊元宇宙這個地方 另外之前有強勢的股票像ABF載板 載板來講你也可以把它當成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也可以 反正很多電子類科技股其實什麼都有做 載板現在目前來講也進入了整理 雖然今天是有反彈 但是它還是一個量縮的整理 很明顯它是一個整理盤 所以之前的強勢類股已經是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跟ABF載板已經進入整理 那IC設計股呢 IC設計股就比較亂一點 比較亂一點 還是有股票直接漲停板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這是做網通類股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IC設計股 網路股都可以 就是像亞信還是持續創新高 像有些IC設計股它就開始進入整理 對不對 進入整理 所以IC設計股就是走的比較亂一點點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 我認為現在目前科技股裡面的主流應該是 還放在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 對不對 雖然我跟各位講的ABF載板 元宇宙相關供應鏈 還有第一軌道衛星 第一軌道衛星也是現在目前來講 也是蠻亂的 因為這個漲多之後也開始再進入整理 第一軌道衛星的相關供應鏈也是蠻多的 第一軌道相關供應鏈 這些股票 包含網通類股也都是一樣 很多股票都是 第一軌道相關供應鏈 它現在目前來講 也很多都進入了整理 整理不是說要跌 尤其是這一檔是帶頭的 對不對 這一檔是帶頭的 那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注意的焦點 現在科技股注意的焦點是在這裡呢 除了今天 開始非常明顯轉強的記憶體以外 那記憶體 又說說它是相關供應鏈 它也是原理做相關供應鏈 那你怎麼講 大家都說它是相關供應鏈的 因為大家都要卡位 那當然你這個 第一軌幾乎什麼都做啊 你任何的產業任何的 都跟它有關係 跟記憶體有關係 沒有記憶體怎麼跑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你看這個記憶體 這些記憶體今天很強 對不對 也跟這些已經有關係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比較明顯就是談到這些 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領先的股票已經在整理 所以它是做列股輪動很快 領先的股票在做整理 但是它的子公司已經上來了 對不對 這一檔股票就很強 它在整理它上來 它上來之後 又撤動了這種股票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它是矽間雲相關供應鏈 但是它也是第三代半導體 這個也是第三代半導體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晶圓代工 其實它也是卡位第三代半導體 那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晶圓代工 所以你看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像中美金 像環球金 合金 加金 其實都早就已經卡位第三代半導體 但是加金的速度最快 所以為什麼加金它會補漲 因為加金跟漢也是母子公司 但是加金它是因為碳化系 已經開始在量產 它的基板已經開始在量產 它的累金已經在量產 所以它的技術 它是比較早開發出來的 那其他股票都有在做 包含了第三代半導體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它是像這種股票 也都有在切入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合金 中美金 環球金 這標準的第三代半導體的相關供應鏈 我想這些股票非常有機會補漲 但是你要補漲之前一定要放量 你沒有量它漲不起來 就像現在目前來講 這些股票為什麼漲不起來 因為它沒錢 所以我為什麼測標寫說 這個行運股它只是量收整理代變 它不是要跌 你不能期待股票每一天都這樣漲 就像你不能期待宏達電每天都漲一樣 它有時候會整理 同樣的道理 這些股票也是在整理 那這個股票也在整理 它也在整理 但是它為什麼比較弱勢 我在上禮拜其實講得很清楚 因為這是價格的調整 價格的調整 為什麼會這樣調整 那是必然的調整 因為萬海的價格 如果萬海的價格是對的 那長榮就不對 如果長榮的價格是對的 那萬海就不對 我想你聽懂我的意思 因為法人的操作它隨時在做價格調整 隨時在做價格調整 尤其是財報公布之後 它必須要做一個總調整 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現在目前指標比較熱 所以如果有回測 我現在一直跟你講 從上禮拜我就跟各位講 假設有大幅度的回測 假設有這樣往十日線或是月金線 你不要擔心 假設 如果有回測一定是美國回測 保證是美國先回測 美國股市它也是一樣 雖然是指數過了高點 可是它的指標要產生背離 指標產生背離 所以美國股市其實它是有 隨時有回檔修正的機會 你看這個已經先回檔修正了 所以這個 費城半導體 或者是SPY指數 隨時有回檔修正的機會 包含了國際股市都是一樣 因為日本跟韓國的基期比較低 所以它們能夠在底部去運量反彈 所以它們的走勢是屬於補漲的意思 算是屬於補漲 那台北股市因為跟美國股市一步一趨 走勢比較類似 所以台北股市指標也是非常的熱 你看這個KD值在上個禮拜 其實已經交叉了 已經開始轉了 那今天量縮它只是抗跌而已 它不表示已經止跌 所以如果說 假設美國股市有或有回檔機會的話 我先講不一定會回檔 可以以盤代跌 但是如果有重挫沒關係 如果有重挫真的沒有關係 你要允許 允許它有重挫的機會 它可以以盤代跌也可以用空間修正 假設有跌下來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你看OTC雖然是 它也是持續創新高 可是OTC指標也是非常的熱 OTC也是一樣 而且漲的股票 剛剛已經練給各位看了 都是漲那些全值股上來的 那中小型股它就很亂 有時候跑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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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我認為你在操作來講的話 就是 當然你要看 如果你要操作馬上賺到快錢 你要操作主流股 要操作科技股 科技股又有分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跟你講 你可以明天注意第三代半導體 你看這個核金就好了 核金雖然是比較沒有像這一檔股票 純度這麼高的第三代半導體 你說這種股票跑到140、150 其實你看到核金漲到140、150 你就可以想像到漢磊為什麼可以到170 之前漢磊在漲的時候 很多人說他沒什麼賺錢 我就跟你講過 題材比較重要 未來會賺錢比較重要 而不是你看過去有沒有賺錢 過去根本不重要 那你看漢磊上來170之後 核金它賺的錢就比漢磊還多 它比它還會賺 毛利比它還高 是不是很明顯 而且就是母子公司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兩個老闆都是一樣的老闆 是不是 所以它會補漲的原因在這裡 可是你又話要講回來 如果說現在目前這些股票 漲幅比較大的情況 證貸率比較大的時候 你去追價你比較不划算 你要讓它量收再來切入比較好 但是你可以注意像這種股票 這個股票 雖然它是做6吋跟8吋的矽晶圓為主 但是它也是卡入的第三代半導體 而且它的毛利 它的獲利跟毛利都遠遠高過於核金 沒有錯吧 1.35 這個核金沒有那麼多 那你看看 以現在目前來講這種股票 它才70幾塊 而且還沒有過這個高點 所以它是不是有補漲空間 原因在這裡 那整理是為了 整理是為了產生的改變 那你不是往這邊改變 就是往這邊改變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用量收的情況之下 它往上改變的機會非常的大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樣 早就已經卡位了第三代半導體 中美金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當然這檔股票 上來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這檔股票 基本上是投信任量的股票 那這個是環球金的 中美金的另外分割出來的紙公司 它也是屬於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這些股票 為什麼要請你注意的原因在這裡 這些股票機器比較低 而且獲利還更好 瞭解我的意思嗎 像中美金啊 像這個家金啊 非常有機會補漲 短線你就放在這裡 瞭解我的意思嗎 那有些股票不是說漲多 叫你不要追 我們沒有這種概念 沒有什麼不能追高的概念 只是說有時候股票價格漲的 正觀力太大 那難免震盪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你那時候如果去追價 你會比較吃虧一點點 你有什麼意思嗎 所以像中的股票 我絕對是看好的 我沒有不看好 包含這個股票 你看這兩個股票在衝關 在衝的時候 這個股在整理 它整理之後 它還是會再上去 那你看 這些人在整理 這些人在漲的時候 但是二極體就開始整理了 之前很強勢的二極體 有沒有看到 這二極體就開始在整理了 包含了這些股票 或包含了這個二極體相關的 這些相關供應鏈 對不對 在整理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它輪動速度非常快 例如像這個強茂 台辦 德偉 或者是 這些股票都在整理了 那現在竄出來的 反而是第三代半導體 以加金為主 對不對 那加金上來以後 它帶動了很多的第三代半導體 那今天很明顯就是 合金 環球金 跟中美金 對不對 那至於這個其實不用講 我就說一句話帶過去 就是量收整理 那你量收整理 那你量收整理 老師你認為呢 你認為這股票是要到時候是要突破往上還是跌破往下呢 我認為往上的機會大很多 按照趨勢理論 按照整個趨勢的力量 扣底子來看的話 我已經解釋很多次了 往上的力量很多 那為什麼這檔股票要往下 比較弱呢 會不會被這檔股票帶下來呢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長榮陽明不會被它帶下來 但是我認為長榮陽明帶它上來的機會比較大 那這個為什麼要跌呢 你看成績單就好了 同樣是股票 同樣做同樣的東西 他賺這麼多 毛利這麼低 人家賺這麼多 毛利這麼高 賺這麼多 那你說股票價格難道不用調整嗎 所以我是講 我不是批評 我說一定是長榮跟萬海比較 長榮跟陽明優過於萬海 因為你賺這麼多 那陽明賺這麼多 那你毛利 陽明這樣子 六七點八五 那長榮這樣 那萬海這樣 那之前萬海為什麼價格到三百多塊 比他們多了一百塊呢 因為那是上半年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他進海的航運 他不是 他不是最主要萬海 他不是歐美線的 他是以亞洲線為主 之前 那因為他當初他的股本比較小 所以籌碼比較穩定 所以才能夠跑到三百多塊 那反而長榮陽明那時候比較吃虧 因為他們股本比較大 可是公布出來獲利之後 第三季公布出來的法人 他會做調整 因為他一定要看毛利是做一個調整 那做調整之後 當然這個價格 這個價錢對不對 萬海的價錢就要跟長榮陽明來逼近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之前講過 到底是他要跌下來還是他要漲上來 這個想像空間就很大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認為是會長榮陽明把萬海帶上來 而不是萬海把長榮陽明帶下去 因為他們這檔股票已經是整理這麼久 就算是有破底 就算是有破底 這些股票他的整理角度還是會離底部 還是非常的遙遠 就算他有破底 是因為他財報的關係 我不是批評萬海 我是講實話 我是用法人的想法告訴你 法人現在也不太會買萬海 他們如果要補貨也是長榮陽明而已 絕對是這樣 不然看財報幹什麼 不然看技術面幹什麼 我們是重視技術面 可是我還是非常的告訴你 基本面你要先懂 再用技術面操作 而不是完全否定基本面 不是這個意思 基本面一定要先知道 用技術面去操作 加入好友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很多的一些觀念 我會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另外如果說在操作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那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主流股一定現在目前 非常明顯還在科技股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第三代半導體這些股票 那另外航運股它是整理 那你要讓它整理之後才會轉起來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